大渡山望高寮山区道路沿途弯弯曲曲 游客如果开车上山都得放慢速度小心驾驶 虽然山区道路难免弯道比较多 但是有民众就认为 位在国军营区一旁的转弯处 根本就是死亡弯道 是当地车祸发生率最高的地方 边路边路有两线道来到边路的边路 变成90度的转弯变成一线道 所以这里真的有发生变成一线道 汇车的时候发生车好 这里里面不是跟银银和武冲华议员 说是不是可以来这里关键来改善 不管是机车还是汽车 来到这里必定都得放慢速度 除了是因为大转弯以外 原本的双线道在入弯当下 瞬间变成单线道 如果碰上像这样两车同时交汇 那可真是显向连连 只要有一方速度稍微快一些 很有可能就会互相撞在一起 中间如果没有发白线 四层软发生车都拨打进去 不然来请有关键来改善 是不是这个转弯的指示牌 比较明 这个香港山光的标志 还是什么 比较清楚 第二就是有关键来 关键去打进去 关键来把它吞变 没问题吞变 变成两线道 所以它的危险性 比较没关键 由于山上时常会起浓雾 地方希望能将弯道的警示标志 改为闪烁灯光 避免大欧一起什么都看不见 突增危险性 而另外 地方也建议 马路和营区中间有块长满杂草的空地 是属于国有地 如果未来能作为拓宽使用 也可以将道路截弯取直 避免车祸一再发生 记者洪嘉宏 特殊小导